成武 赦免了他吧 是 今日赴宴的头名是 姚子巾 为何进些那样的食物 回上师大人的话 出征的食单上 陛下常用的清蒸鸡 焦醋鹅 还有烧猪肉等日渐减少 反而换上了白切软面 豆腐等菜药 奴婢斗胆猜测 是陛下患有牙疾 或是肠胃不条 才敢换上健脾开胃 有利于消化的食物 胆大心细 当得投名 老师 昨天 要拆开胃 不 乖 老师 你 碰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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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你知不知罪 王思善 是我亲自应运的 你位列思善 我管不了你 但他一个小小的厨艺 我还是管得了的 请你莫要插手 敢闻思善大人 奴婢何错之有 药方从何而来 我的祖母脾胃失调 不思饮食 曾延请茗医 以此方进步 无知 善 立命也 所谓食补 亦是治病 但治病因人而异 必求于本 阳虚 气虚 亦温补 阴虚 血虚 亦轻补 体虚久病 亦平补 东虫下草 人参陆融 虽然珍贵 但并非人人识的 不知陛下病情 普通太医医理 竟敢下方食补 轻则有损身体 重则要人性命 此言此行 又与庸医杀人何意 世人皆以刨丁为下品 地位低贱 可有可无 身为一个刨厨 若是连自己都这样认为 又平和立足于世 身为刨人 面对天下食材 面对用善之人 要有骑马的敬畏之心 不论入宫之前 你们学到何等境地 入了尚识局 你们便要忘却过去 从头学起 听明白了吗 是 把姚子巾逐出去 王四善请息怒 刚才孟尚时已经亲口说过了 回忆通过敷衍 好 将他送去宫镇司 由宫镇制裁 你们都想受罚吗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了 本土 阻撒 都可悦了 我 有人 你 都可悦了 我 都可悦了 你 都可悦了 愚一 都可悦了 快 快起来 快起来 我这一会儿不在 你怎么就到这儿了 快起来呀 程吴 赦免了他吧 是 皇太孙有命 赦免他了 叫他回去吧 是 赦免他 姑娘 碰上了皇太孙 你可真走远了 好运气 又总会从天而降呢 封殿上 我的活已经干完了 有什么跑腿的事吗 可以交给我 今天上时和两位私善都不在 我要留守上时局 就请你带我往草舍走一趟 草舍 皇太孙殿下喜好天然 又极爱清静 便在穷远东北角 建起了一座书斋 你去以后 只管宋善 不可东张西望 好 赫养 能让他倒下 吗 真是 你 看 您 封堂 你 就 你 值得 殿下 看什么呢 殿下也是你这种悲戒奴婢 能看的吗 公公 我是上师举的 来给殿下送膳 上师 上师 草舍是殿下的夜赌之所 未经允许 肚肚如内 你就在这儿跪着 是 跪到下次懂归就为耻 怕是又受了气 拿咱们做法子 殿下 奴婢遂干万死 遂干万死 没事 起来吧 殿下 该用膳了 叶读时分送最早 墨香半酒香 倒是相得益障 赏试局 敬意了 叶读时分送最早 墨香半酒香 好文采 好文采 赶睡觉啊你们 是 公公 殿下有何吩咐啊 今儿差事办得不错 明日的小时按今天样子 再送一份 还有 还有 你亲自送进去 是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